大家好,我是Bell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书 叫《老拉老先生的庭園》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老拉老先生的庭園 這個先生就是老拉老先生 這片這麼大的庭園就是老拉老先生 最喜歡的庭園 老拉老先生 每天都很細心地整理這個庭園 很用心地照顧這個庭園 如果誰想進來 他就會拿出他最拿手的丫叉 把所有動物都趕走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是老拉老先生 最寶貝的庭園 有一天早上 老拉老先生看到庭園 嚇著一大跳 果然有一塊很大很大的木頭 躺在庭園上 看到木頭 老拉老先生非常生氣 他就打算把木頭踢走 但是木頭突然張開了嘴 他呀 原來這個並不是木頭 而是一隻鱷魚 老拉老先生 急急忙忙拿著雅叉 但是他又想 但是我今天一射他 萬一射不中他 令他不痛 之餘他還生氣 那他跑過來押我 怎麼算好啊 所以老拉老先生 就決定再觀察一會 結果 你猜一下發生什麼事 那隻鱷魚 竟然向著 老拉老先生揮手 鱷魚還說 喂 這個老兄弟 過來這邊趴一下 好舒服啊 特別是那些草 拋著肚子 有些刺 有些痕 有些痕 哎呀 實在 實在是 實在是太舒服了 老拉老先生 萬一我不跟他做 那鱷魚就會生氣 那就糟了 於是 老拉老先生 就跟著鱷魚指示了 草地上面的草 穿過水 拋著那裡 有些 刺 有些痕 刺 痕痕 痕 實在是太舒服 太舒服了 老拉老先生 真的覺得好舒服 差點要睡著 他是老拉老先生 而他最寶貴的庭門 就是所有動物最喜歡的庭門 每一天當動物沒東西做 就會過來 躺在草地上面 從此以後 老拉老先生 都被動物 進來 他的庭門 玩 再不像以前 那樣 隨身帶著 痕痕 一有動物進來 就馬上彈走他們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你們喜歡聽 可以Like 記得按這個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